12月12日,美国哈佛大学公布2018年入学新省提早录取结果,亚裔学生占24%,2%与2016年相比上升2%,5%在所有族裔学生中增幅最大。 2017年,哈佛共收到6630份申请,964人获录取。 哈佛大学校报哈佛克林森,12月12日报道,尽管今年哈佛收到的入学申请数量高于往年,但录取率基本和2016年持平仍为14%,5%,2016年哈佛收到6473份入学申请,录取938人,录取率14%,49%。 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菲茨西蒙斯·William R.Cittemans表示,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今年的录取数字在上升。 总的来说,似乎有更多的大学内机构增加了录取人数。 此前,哈佛大学被指录取政策涉行歧视亚裔,2015年5月,64名亚裔学生向美联邦政府提出申诉,指控哈佛大学的招生程序明显歧视亚裔学生。 美国司法部近期针对此案展开调查,此前要求哈佛大学在2017年12月1日之前递交相关文件,否则将被起诉。 目前,校方已同意将原本列为保密内容的学生申请文件及学籍资料交出。 这是被报社刑歧视亚裔学生丑闻以来,哈佛大学首次同意交出学生资料。 不过,哈佛大学答应交出资料是有条件的,即司法部律师只能在哈佛大学律师办公室里查阅相关学生资料。 消息人士称,从司法部调查案件的角度来看,哈佛大学这项要求让政府部门打算启动的审查面临困难,但校方坚称这要做事基于对学生隐私的保护。 据估计,司法部希望取得包括电子档案在内的所有入学相关申请资料,涉及多达16万名提出入学申请的高中生。